这个 嗯 甲车库这个位置 那天我们看到CDG也是在这尬了一阵场 哎 850雷 我我看到的是 烤鱼扔了一颗雷 但是850倒两个雷都造成伤害 对对对 两个两个雷都有伤害 伤害来的话很被动啊 烤鱼倒了 那就近年就人不多 对就有一道了 他现在他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别墅楼给站下来了 嗯 哦房子里面这个人还没有清理掉没打过完了 要出事近点是一打一 啊悬子过点也是被远处打了完了 sms 这把对吧 是不是我说sms看上去顺位很高 但是 把场圈你顺位高不一定能占到便宜的 这么快我是真没想到啊 哎呦来了一队又来了一队又来了一队 哎呦 真的是难受 把场圈这个圈顺位高真的不一定有东西 sms 应该还有两个人 可惜没车 有车的话这拨就贴了没车的话 就来了一个队 xlg 所以说再好的位置来的人多了也要变臭狗屎 一点都不香 谁所以说 大家不要靠这么近啊这个时候聚集人很危险的 对 李白直接被捕了毫无机会 本来自己跑不对千心万口爬回去 希望队友能救一手的 哎呦怎么 i7 镜头里面都是没怎么吊人 i7在疯狂挨打 顺肯扭撒这波子 直接结束 三可乐好像是非常努力的 有一说你就先扫一波车 对我在家再歇一下 路过路过了 那边已经开打了 房子里的人被吃了 是豆子隔着窗户 就是隔着一栋楼 他们两栋楼 豆子是之前 豆子是决赛圈在没有炎 没有炎体和烟雾蛋的情况下一穿三的一个人 决赛圈之前有过一个高光 现在的小年轻 只要给他机会都有这样的极限操作 嗯 这下机跟悟空是交火的 双方各有一个晃到 我cdg我来了 狂头柜啊 哦这就是外面的战斗了 就是完全跟这个防徐都没关系了 围这个雷是造成一个击打204直接就选择撤了 我这两兄弟救不了了 嗯 还有人在烟雾蛋里面看围能不能补到 没补到 还在扔雷 我威哥过来刷一波kd cdg就来了一个人 就是来吃分的 来了一个看下来就说 这个四方更好撞的是右边更好撞 你看他右边放了三个 一般来讲在四方两边都有人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别墅楼会相对来说难撞一点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迎击的状态啊 白罗马怎么把皮肯南放倒了 这是掉线的吗 有可能是掉线的啊 已经是 是的 路过点一下 天威也是刚刚才进白圈 发现白圈又走了 哎 rbs 哦 parrow应该是进圈 然后他冲到了rbs的附近 因为rbs我记得是在圈的 他好像是吃了一个圈 这个圈形 又可以冲脸了 其家战没用 嗯 抱了一个厕所 留给配偶的厕所不多了 还要去半箱腰这个厕所啊 正好204这老哥没了 哎对要不要这个 不要啊 我再换一个这个木厕所也不行 换右上角这个铁厕所 他应该是不知道团灭的是这个厕所吧 他只看到烟 哎就这个厕所 就这个厕所 先给一个烟别 这把确实 这把确实 烂人最终埋到的人不是parrow而是埋到了tmv 这是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埋位的位置 是的 拨后这种地方 扔了一个雷 呃双方是互相有一个 击倒和淘汰的情况 烂人应该是后撤想要打 哎呦 哎 近了点 烂人非常乖巧的 绕到了shocks的背后 真是这两兄弟 这是好队友 很残 啊 蓝圈已经正好是在动了要赶紧打药 写一翻啊 你看火来 是撞这边是吧 就正常来讲他都是撞这边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 就是说如果你是满边在这个房区 你可不可以考虑在这里一个人 因为对方一定是撞这边 撞那边的概率就很低 哇起步就掉这么多血 直接 白给了 这直接白给了就 那这个房子就被撞下来了 是吧 你想啊 我就不要来了 如果GFY赌博式防守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这样放两两边各放两个人 很大概率说两边都没守住 所以我不如在那边放三个人 别说了这个人给牺牲掉也没有关系 对吧 又来 我有很大概率接到一个满边 就是完美接到一个满边 我这么一说 以后估计会有一些队伍会这么走 是的 是是是 你没有办法两边都接满边啊 是啊 不可能的啊 还不是满边呢 这也接不住 你这样就两边都没守住 我不如去 祖博性的去防里面 是的 朝楼换了一个 先换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最后一个应该是 露露吧 你还有一个露露 他他他把自己闪了 但是他往他如果不往里爬 他从从门过点的话就会被对面的楼的人打 就是你进房的时候大概率是个残血 就会更危险 嗯 把露露那边黄之龙打赢了 这镜头一走啊 马上就结束 唐琳弹雨 尽在掌控之中 所有的该拿的分数全部拿完了 这个时候我再进缺 对吧 嗯 我这种打一个背身 上马的虫 上马的怨 这把没想到还是 哈哈哈 哇 王沙沙这波是真的 就被打了个先手情况下 直接背身以致打 将对方给秒了 好 我再来撞 cd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快乐起来了 然后 然后就被扫下来 啊 又被放上来 我吴将军啊 血量上有一些压制 人类人类 再扔了再扔了 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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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两边的雷 6-1的雷是还借出了一点这个载具的爆炸伤害的 猴哥不给分了啊 就cd虽然他被淘汰的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他排名分拿到了 黄之龙那个分数也拿了 就该是他这个位置就该这么打 对吧 嗯 打的比较合理 我记忆器也算是 上一把的那个 啊 想想录给你在背后帮了 滴滴滴一把 把他回弹这么大 我倒一个 别搁 他这个位置压过来的话 是的 就看到这进去 那就是要靠别一个一个人拖出对手了 色神 有队友来完成对风风的淘汰 您也倒了 我一瞬间这边 dt是从背后出手 那翔路给民师拿到一个弱策 二边是切大仓了 就切了两个人过来 炸倒小虎 小虎 小虎这边没有雷只有烟 先封烟 出阻止对方出门 哎呀 刚要人雷 这塞脸上 是的 这个雷是精准制导啊 这是我后面的两个人 不支援了吧 走 换了换方向了 换方向了 换方向了 他也没地方去呢 他现在去找翔路去换分的话 翔路已经严阵一旦 悟空这拨手的话 就是要等烟雾散掉 因为我看MCG已经过去了 MCG去开了个头 他Monster的那个人头拿下 这个时候又要等等合圈之后 他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这个击倒的话 应该是大仓的附近 哇 翔路直接去捉弄啊 可是我觉得 不必要吧 而且渔人也架不出 渔人是栓狙吧 最多是刚才那点机会 但是我觉得也太勉强了 真的太勉强了 我这两个人互相 这个距离也够扫的了 真的 啊 风风这里是被雪魔手雷炸倒 是的 渔人栓狙放倒了 特别 我渔人还在疯狂拿分 渔人拿了两分了 就靠着三局 他补一个倒了一个 然后又补了一个 哎呀我以为12月能爬回去呢 就这波12月真的 你仔细看看是真的没必要顶 对不对 对对对 根本不 那水龙刚才好像站起来了 哇 啊 渔人只能90度 一瞬间可以没有这个箭头 直接拉过来再拿一分 哈哈 差不多了 他有 他终结了 他这个人生 尽力了 他第四哎 你想看他第四名 然后他自己刚才 至少拿了三个人头的 只能想退一步 越想越细备了一下 已经去 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是的是的是 遇到了 哎 遇到了 悟空编制有所损伤 那就是mcg 动起来 动起来了 mcg直接拉到大场外面了 这波悟空有可能腹背受击 是的 第一期就是最后一个了 如果打的够快 其实悟空还可以回头打 三打三 结束了 三打三 哇 mcg已经13个淘汰了 是啊 十个淘汰队 十三个淘汰 这把两个队都可以吃大分 王鹏 漂亮 王鹏这个距离 王鹏 这是王鹏真正的完美形态 是的是的是的 决赛选打有信息的赵 我好想听对的语音可惜听不到 哎 这 会了 先打一个 打一个 要是吗 哎 换枪了怎么 哦 还是王鹏 王鹏 还是王鹏 这把王鹏立下奇功 mcg最后16杀吃鸡 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吃 这把王鹏的 这把王鹏的 都可以吃 这把王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